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是要比福特新全社和大通V90底牌的动力更强一些 因为它是3.0T的柴油发动机加8AT的彩福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25千瓦 最大扭矩也可以达到400牛米 而且是满足最新的国六排放标准的 并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整辆车的车身尺寸 和我们平时看的福特防射和大通的防射相较起来就更加的宽敞一些了 整体的车长是5米999 宽度是2米04 高度是2米78 相较于福特这个防射和大通防射来说 它的长宽高尚都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在内部的这个空间 两个人居住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也符合当下的这个蓝牌Saber驾驶的规定 那整辆车呢其实是采用了4.5吨的这个国产Evic Ocean的底盘 并且呢是采用了这种后双胎的设计 所以整辆车它的承载力呢更好 平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也更加的平稳 那么上方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手动装膨 那么方便我们日后呢在户外打造一个可以在外就餐的区域 整个车的后尾门呢是采用了一个双开的设计 打开门可以看到啊这个内侧的这个储物空间 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一些我们旅行中所携带的大件行李呢 它可以是轻松的放下 而且前方呢还有一个这种格挡 可以防止这个在行驶过程中行李往前滑落 下方的左右两侧呢还带有这种小的储物格子 这边呢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这种日常使用的工具 电缆线束 这边呢也可以放置这种小型的行李箱 所以说整辆车作为一个B型方程来说啊 我个人认为它的储物空间储物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车身左侧呢是采用了一个外凸式的后盲窗设计 这样的设计好处呢就是可以有效的增加内部后横床的这个尺寸 下方这里呢是一个净水箱的注水口 这辆车呢在水路方面是提供了120升的净水箱和45升的灰水箱 这辆车的离地间隙呢还是挺高的 这对于日后啊走一些烂路来说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离地间隙高老年上下车可怎么办呀 这款车呢它是搭载了一个电动的踏步 按钮呢就在这里 平时上下车的时候打开电动踏步就可以直接上车啦 而且还是挺方便的 车门内侧这呢是带有一个小型的厨房区域 上方呢是一个可以放置调料瓶的置物架 下方呢是一个外置的抽拉式的卡式炉 这样呢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室外打造一个烹饪的区域 上方呢还带有这种220伏的电源插口 以及这种USB的插口也可以方便我们日后的使用 驾驶室内部呢还是一个常规EV客内部的设计 带有多功能的方向盘中控彩色显示大屏 以及呢这种啊皮质包覆的座椅 可以平时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坐性 另外呢这个主驾驶座椅呢还带有向后旋转的功能 可以和后方的这两个座椅啊形成一个小型的休息区域 我觉得日常啊不想在上床的时候呢 坐在这里啊小气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驾驶室的顶部呢是带有一台啊 液晶电视我们也可以看看电视追追剧 享受一下惬意的旅居生活 整辆车的内墙壁呢是采用了这种皮质软包的工艺 看起来呢整辆车的这个内饰呢更加的精致 包括像我坐在这里 它是一个舒然的连排座椅 带有这种靠背可调节的这种功能 而且呢这个座椅的填充度啊还是不错的 惠客区呢还提供了一张啊可移动的餐桌 并且带有这种水杯槽 平时使用的时候呢也更加方便 两个人坐在这里吃饭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上方呢是带着这种基础的储物吊柜 放着一些啊我们女士的包包 或者其他的这种收货用品 也方便我们顺手就拿 后方呢是这种啊挂衣钩 就是要放着一些我们的小帽子 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小钥匙 还是挺实用的 另外呢这个惠客区看起来是非常的通透性的 是因为惠客区的上方呢 带有一个大尺寸的天窗 并且天窗周围一圈呢还要熬一几灯 厨房区呢是依然位于城阁门的后方 那这里呢是带有一个可拓展的备菜桌板 上方呢有一个小功率的电磁炉 以及这里呢有一个圆形的不锈钩水槽 并且呢它是采用这种冷热水一体的水龙头 所以呢平时使用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上方这里呢是一台12V的直流变频空调 可以为车内打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下方呢是一些储物的空间 放置一些我们日常烹饪所需的锅耳瓢盆啊 整体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后方呢是一个尺寸较大的储物柜 放置一些冬衣或者是我们的被褥也是比较不错的 中度是嵌入了一台小米的微波炉 下方是一台50升的车载冰箱 相比卷帘门式的这种微浴室设计啊 我更喜欢这种一体式的设计 因为呢它的隐私性会更好一些 内部的空间啊也是中规中矩的 带有基础的洗手台盆 以及淋浴花洒梳妆镜 还有一个可悬算的这个马桶 方便我们日常的使用 相比福特房车和大通房车的这个后尾床来说啊 这个床的尺寸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它的长度呢能达到了一米九 全是因为它这个凸起式的后盲窗的设计 那么它宽度呢是一米二五 也可以完全睡下两个成年人 左右上方呢是带有这种基础的吊柜 放置一些我们常换起的衣物 拿取的时候也是比较顺手的 在电路上呢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 三千瓦的逆变器 提供了420的锂电池 对于两个人来说呢 基本的用电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现在这款房车的报价呢是39.8万元 不知道结合整体的配置 您觉得如何呢 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交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